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股舍小店投资不断线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Coco 今天呢在节目现场 我们邀请到的是林玉凯分析师 凯哥你好 Coco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老师在这边呢 我要先跟你说声谢谢啦 我要跟你说声生日快乐 没错 昨天您没来 但是呢今天五月都还是 对 迟来的一天的单早 整个五月都是你生日 那我可以趁机在 观众朋友面前许个愿吗 我以为是要唱首歌 吓我一跳 不能唱歌 尽量许 我希望呢 台股赶快成为多头走势 欢呼 音效音效 好啦好啦 谢谢 谢谢老师 那今天呢有很多的问题 要来跟老师一起来请教一下 好的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的主题 今天台股呢 一下跌破万六 在尾盘的时候呢 就站回了万六关卡 可以说是万六的逆袭啊 16250是多空生死线吗 怎么说呢 以及 洞三洞八这个关键密码 可以让我们发现雨后春笋股 以及面对这一波的反弹 到底投资人要强短 还是要逃命呢 今天林玉凯分析师都来帮我们解答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的台股走势 在台股呢 今天可以说是上演逆转秀 因为开盘之后呢 在电金船的通杀之下 一度是有下跌314点 最低点有来到15734点 也是跌破了昨天的低点一度 失授万六的大关 但是呢盘中是在航运 光电 金融以及电子族群的 齐力撑盘之下 有回到万六之上 中场是收在16061点 小涨了12点 涨幅为0.08% 成交量为2560亿 贵卖指数的部分呢 涨幅为0.71% 成交量为590亿 讲到这边 赶紧来问一下凯哥了 因为呢 今天刚刚有说到嘛 指数呢它是有跌破万六 但是在尾盘的时候 竟然开低走高 站回了万六大关 但是美股呢 昨天它是直接是崩跌的 是 难道台股真的是万六有守吗 好的 我觉得万六有没有守 这倒是其次 其次吗 对 因为其实现阶段台股 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说在这个礼拜 它要能够站回 我们刚刚讲的多空生死线 16250 这个礼拜要站回16250 对 因为这个礼拜收周线嘛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直接来看下一张图 好 这边呢 那我们有画了一条线 刚好就是16250 其实从去年5月台股跌破到 15159点以来 16250 我们就是取一个中间值 这个点呢 大概就是一个台股中流抵柱的位置 在去年的8月20号 10月5号 以及今年的4月27号 大概多次回测 16250的这个位阶 那打到这边就弹上去 打到就弹上去 已经三次了 所以说这个支撑呢 等于说是过去这一年来一个 非常硬挺挺的支撑 那如今台股呢 短线上再度把16250跌破了 那如果说在这个礼拜 没有办法有效站回来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年的走势 就会形成一个很大型的偷布 仿佛一个Rimbau 有没有就像彩虹一样 所以说这个礼拜 能不能够重回到16250 就非常的关键了 可是人家都说 事不过三亿 有没有可能真的是 没有再继续跌破 我觉得这个问题倒是问得很好 当然现阶段台股的走势 已经不由得全部都是 掌握在自己手上了 对因为毕竟美股牵动的 这个程度很高 那其实美股在现阶段 又有通膨又有缩表 这样的前提之下 的确不是那么的乐观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 在这一段时间 我们台股屡屡破底的前提之下 其实很多的政府官员 不论是金管会 证交所 国安基金其实都有出面做喊话 包含我们的财政部长 也已经为了 这个国安基金的进场 去做了一些 我们讲预言 就是说不用说什么 一定要跌破到十年线才会进场 只要符合几个条件 国安基金就是有可能进场护盘的 都有在这边做一个解套的一个动作 那其实为什么政府要这么积极 因为今年我们有九合一选举 那我们有九合一选举 同样的美国也有其中选举 所以大家的政治目标是相同的 所以在今年度政府会很努力的去 尽可能的去撑住这个盘式 不至于让他说今年走的是 走的是一个大空头的格局 相对应的美股也是一样 对所以说你会发现 原本鲍尔的态度 他是从很鸽派 到后来拜登上台之后 变得慢慢越来越阴 真的是很阴险的一个人 然后很阴之后呢 到最近美股真的跌到不行了 我相信他也有承受到一些压力 到最近有转割了 他又说其实在六月七月 其实是没有所谓 升息三马的需求 那所以说在五月份 宣布升息的那一天 其实美股又往上 又走出一个庆祝行情 所以其实我觉得说 不论是台湾的政府 或者是美国的政府 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意图 不要让指数走得太难看 对所以我觉得现阶段 当然啦就是 美股还是掌握我们的深沙大学 可是我觉得 还不需要太过的悲观 我们就先把这个礼拜 16250能不能守住 先看看再说吧 好那16250呢 就是多空的关键点了 那也请各位投资朋友 好好来关注一下 万一真的这么悲观 如果跌破了16250的时候 老师可不可以给一下 投资人一些信心 我觉得16250往下跌破 当然他就很有可能 直接先见到15000多点了 今天已经有见到了 可是就有可能往前面 15159那个地方 再去寻求下一个支撑 那等到这个时候 其实说坦白话 离今天的低点也没有很远 是 对所以大概最坏就是这个样子 是最坏就是这样 最坏就是这样 好的那老师有帮我们整理出 一些落底讯号 我们来看一下哦 好那这边就是比较轻松一点 带大家来看一下 因为最近呢 我相信大家很沉闷啊 对啊 那我们讲什么叫做群组 现在很流行嘛 就是可能你有在操作股票 股市群组 对会加了也许5个10个LINE群组 那你会发现哦 多投行情的时候 大家很热络 可是在最近呢 开始会有这个 慢慢这些特征浮现 第一个要嘛群组里面 从很热络到没什么人 要发言讲话 老师你这样就是在说 我们热炒店的群组啊 我们热炒店也有这种感觉哦 可是这就是 这就是一个这个反指标 或者说呢 要嘛不讲话 要嘛一讲话 我直接带暴力倾向 或者直接带三字经 对人之出性本善之类的 对这也是有可能发生的情况 又或者说 我们还是照样聊天 什么都聊就是不聊股票 聊疫情聊疫苗 聊快筛聊美食 这除了股票之外 什么都能聊 那甚或是没有人在看台剧 全部都在 没有人看台股 全都在追剧 这样的状况也是有可能 又或者是 开群的群组直接失踪 失踪直接退出 对因为你会发现说 很多开群的群组 在多投行情的时候 他们仿佛是人生的导师 彼岸的灯塔 都会在那边高谈扩论 告诉你说要怎么操作 怎么操作 可是最近也许 错的频率太高了 所以群组直接消失 所以说这个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这大概就会是一个 股市的底部特征 对那其实现在慢慢的 就我自己来说 我有参加了大概 八到十个股票群组 其实这群组当中 至少有四五个特征 有四五个 基本上都符合了 对所以说其实你说现阶段台股 如果还能跌到哪里去 我觉得真的已经是非常 类似于这种底部的征兆了 老师但特征我有点confused 为什么他们要带有暴力倾向呢 如果你都不要看股票的话 因为就是因为太愤怒了 太愤怒了 今天又点停了 又三百点 然后马上就 对就是直接干扣起来了 对会有这样的情况 是的好的 那这个是老师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我们先来看一下三大法人的部分呢 今天是合计卖超三亿 外资是持续在卖超 卖超了16亿 投信则是买超1.7亿 外资今天买了玉山金 中信金 群创开发金以及长荣 卖超则是富邦金 新光金 华航中钢以及元大金 投信今天买的是永丰金 开发金 人宝 音业达 以及第一金 卖超的部分则是国泰金 元金 中信金 中宏 以及华航 老师啊 几乎我在一面念念念都是金金金金金 没有错 因为其实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讲的 现阶段 我们的政府 他是非常在意股市的发展 那因此其实除了传统的台积电 是我们的护国神山之外 那金融股也是目前我们讲 关股航库控盘的一个工具 因为现阶段去控台积电意义不大 因为外积电绝大部分的筹码 仍然是在外资手上 那只要外资不 不止住卖超的动作 其实很难去用国安的国家的力量 去挺住台积电 那这个时候其实与其我们去操作 金融股会相对来说容易一些 是那感觉关股银行 他们几乎都是在 互盘台股的指数在万六这个关卡 尽可能的在这个数字 好那这个是以上呢 留给大家来做参考 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相信也是大家最想要知道了 到底栋三栋八 这个关键密码是什么呢 怎么样找出雨后春笋股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股市热炒店邀请您 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每天最及时的大盘解析 多元的投资议题及教学 股票疑难杂症 欢迎留言 网友QA单元告诉你 周末特别单元 带您预知下周强挡标股 欢迎搜寻 股市热炒店 投资话题不断线 老师啊 洞三洞八到底是什么样的关键密码 可以找到钱吗可以挖到宝吗 可以哦洞三洞八这个太不得了了 等一下就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是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的主题 没错就是洞三洞八这个关键密码呢 可以找到雨后的春笋股 没错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呢 到底是什么 要先来看一下基本面 好的 因为其实在震荡行情当中 我们常常讲嘛 涨时重势 跌时重值 所以说呢在这个时间点呢 我们在基本面的选股就相对重要了 那至少我们在现阶段 我们选股一定要有 今年题材可以发酵的 又或者是他的财报表现不错 那如果两者都有就是更好啦 那我们先把这些 阿萨普鲁的股票先排除掉 就留下这些 大概市场上堪称精华的标的 再从基本面去做选择 那老师那你认为呢 今年有什么题材可以发酵 今年题材其实很多 包含像是电动车啊 包含一些政策受惠股 对因为520将至嘛 刚刚也讲过今年要选举啦 所以其实是很多题材 可以去做发酵的 是的好那我们来听听看 老师到底怎么讲 好那我们再往下一页走 好震荡行情技术面选股 它的核心理念在哪里呢 你要跟大盘做比较 对因为其实当大盘 一直在破底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的股票也跟着破底 有什么了不起 没什么大不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 你只要比大盘强 就表示说内有蹊跷 对有可能有主力在做撑盘 有可能有法人在背后挺你 有可能你的筹码不单纯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要把个股的走势 跟大盘来去做一个相比咯 可是相比不是说 我拿今天跟你明天比 或者说我们今天看谁 涨幅比较多 不是这个样子咯 我们要用几个 比较关键的时间点来去做判断 好我们直接切下一张 好这个呢是加权股市的走势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标准的 底底的一个这个格局 什么叫底底低呢 3月8号第一次做了一个破底 是 接着呢4月27号再做了一次破底 是 拉高之后今天再破底 来到15734点 也就是说呢 它这边其实今年以来 创了三次的新低 是 就波段来看是这个样子 好 那这个重点我们先记下来了 好记下来了 好转换 转换技术面的选股条件呢 我们可以做这几个呈现 第一个 今年的最低点落在4月以前 因为其实在3月下跌的过程当中 其实3月8号 也就是刚刚讲的动三动八 会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关键 如果说你的股票 可以在3月8号左右 就已经先行做落底 而且在4月5月台股震荡的过程当中 你都没有走弱的话 就表示说你是这一支的 等于抢先跑在人家两个月之前 对两个月之前 你就先做落底的动作 所以表示这个筹码 你说没有人挺它 我才不相信 对所以第一个重点 今年的最低点在4月1号以前 甚至是在3月8号的那一天 这是第一个大重点 好 第二个 我们再来怎么样去做 第二阶段的筛选呢 波段的低点 我们刚刚讲过了 第二波的下沙 低点是4月27号 对 那你至少说你这一波 波段的低点 是要在4月27号或者之前 之前 对 这是第二个筛选条件 是 好 那我们就直接往下看啦 好 今天直接为大家带来 四档精选股 这几档呢 有些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股票 有一些可能稍微陌生一点点 没关系我们一档一档各个急破 好 老师那在看那个 四档精选股之前呢 再复习一下 4月以前跟4月27号以前 是的 那我们一档一档来看 首先是东哥游庭 好的 那我们在每一张K线图出来之前呢 我们有看到有个小圈圈 绿色小圈圈 那一天就是我们的 洞三洞八 洞三洞八 关键密码 对 关键密码 如果说你的股票 至今为止都没有跌破 洞三洞趴那一天的低点 表示你的股票就是好棒棒的股票 就值得鼓鼓掌 好损的 对 如果你的股票是已经 在任何时间点跌破洞三洞八了 OK 那可能就会有一些 换股的疑虑 这时候你就要考虑说 你的股票到底是不是该留 是不是太顺 对 是不是不太损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用这个来当做一个 最简单的判断标准 那东哥游庭呢 如果你是我频道的粉丝 应该对这档股票很熟悉 因为其实游庭业 算是一个很独特的产业 对 那也比较少人在做探讨啦 独占 对 可是其实呢 游庭业算是在那种 太平盛世当中 一个很独创的产业 就是你要经济够好 富豪够多 才会有这样子的产业 能够发展 那因为它一艘游庭呢 价值至少是1000万美金以上 也就是说买一艘至少3亿嘛 3亿起跳 所以说它的客群 基本上是金字塔 顶端的顶端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东哥游庭什么题材 刚刚讲过说 你一定要有利多题材可以发酵 又或者说你本身基本面的状况 是不错的 好 那我们来看哦 它是本身是这个游艇 豪华游艇制造厂商 而且它的这个 它的市站啊 基本上在北美是第一名 豪华游艇也是第一名 那全球是第三 它的品牌排名是第三名 那去年度 它的这个EPS 已经来到9.55元 那今年前面4个月的累计营收呢 也是创下历史新高 所以基本面无庸置疑 那目前东哥游庭呢 它还有个题材 就是说它手上的订单 基本上已经满到2024年了 不是今年满哦 不是明年满哦 是一路满到后年去了 那满到后年去 它就有一个优势了 也就是说 今天假设我想要提早拿到我的船 要怎么办 我要么插队 要么加价 如果加价的话 不就表示说 东哥游艇它的毛利率 有可能再向上做提升 我举个例子哦 像这两年其实很多车子都缺晶片 尤其是进口车 那有时候车商就很贱嘛 他就会说 你加价啊 对你加价啊 你要加个50万啊 我让你提前三个月拿车啊 我跟你讲 这些金字塔顶端的这些人 他根本不在意 真的叫做花钱买时间 对花钱买时间啊 我今天如果说我花个2000万 我可以提早半年拿到游艇 我都爽啊 因为他根本不在意这2000万 所以我觉得东哥游艇 它的题材是持续性 都可以来做发酵的 那这档股票呢 我觉得后续大家可以持续来做一个观察 因为这毕竟也是台湾的骄傲 好不好台湾之光 台湾之光 好的那我们看下一档是 茂莲可以买 茂莲的话呢 应该是大家很熟悉的电动车概念 对有车用 那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说它今天是下跌了将近半根停板 那是因为受到昨天 TESTA股价回档的影响 可是我们摊开它今年的走势 你会发现哦 它不仅仅没有跌破 洞三洞八的这个低点 它今年一整年都是沿着季线 往上去做电高的动作 非常非常强势 那其实茂莲呢 去年的这个营收就非常漂亮了 EPS达到15.22元 那今年前四个月的累计营收 也是创下历史新高 再加上说呢 我相信大家前几天 应该有看到一个新闻 那个TESLA上海厂的出口 只有60辆 60辆非常非常少 那时候大家觉得说 是不是TESLA的车已经卖不动了 其实不是 是因为好几千辆 全部都在中国当中 大陆内销 我只有这么多的产量 可以做出口 对 表示说 其实光是这个中国大陆市场 就吃不完 所以说茂莲 其实还是有机会 持续做受惠的 再往下看 好 我们看下一档是可乘 好 可乘 这个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一档股票 好的确 目前可乘的主要产品 仍然是在于NB的部分 那NB受限于 这个大陆目前停工的影响 所以说四月的营收 表现其实没有很好哦 其实这个刚下午才公布的四月营收 可是你会发现哦 四月营收不好 怎么今天是拉长虹可以创新高的 实在有故事啊 对 其实也不是说有故事 因为其实可乘本来就是一档 我们讲长线的机油股 它的这个体质是非常好的 而且呢 其实你看到它的股价 在三月的八号做一个落底嘛 洞三洞八 那再经历了两个月左右的一个沉淀 其实底部算是打得相当漂亮 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从高档三百多块修正到现在 其实修正幅度也算很深了 所以可乘在这边虽然说 有一些短线的冲击 可是我这么讲啦 它最坏状况大概也就是这样子 因为现在就是封城嘛 停工嘛 中国大陆还是想要做一个清零的动作嘛 可是如果说今天一旦中国大陆想通了 清零这条路可能不走了 不走了 对 就跟世界的其他国家一样 清零其实真的比较困难一点点啦 那开始停工的部分慢慢解禁 其实对它来说就是自知死敌而厚生 所以我觉得这张股票也是可以留意的 而且可乘它是不是月线跟季线 即将要一个黄金交叉 看起来很像 没有错 你讲的非常之正确啊 目前也来到一个相当关键的位置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它底部震荡了两个月之后 目前还没有爆量 对 目前还没有爆量 今天其实只是做一个缓缓的量能 做上攻的动作 其实这针对技术形态来讲 都是一个很良性的上涨动能 是 未来有机会干涨喔 未来是有机会的 没错 看一下最后一档是药华药 好的 药华药市场独特比较独特 其实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密码错了 对 这密码有一点稍微错乱一点了 因为其实药华药呢 大概在四月底的时候 它有稍稍地把洞三洞八 这个位置可以跌破 可是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洞三洞八是第一个先决大条件 可是它如果只要在四月二十七号 那天去做波段的落底 这个是我们第二个选股条件 那药华药呢 其实同样也符合这个优势 也就是说呢 它虽然说短暂的 把洞三洞八跌破之后 可是你看到它很快的 马上向上做一个弹生 瞬间从两百多块涨到三百多块 那药华药呢 今年最主要的题材 就是它的血癌新药 对 那其实血癌新药 它是已经拿到美国的药证 那其实你会发现 生技股是这个样子 很多的生技股 它药证都还没拿到 临床实验都还没过 我只是在炒作一个题材 一个梦想 骨架就可以炒好几倍了 那更何况 药华药它是真正的 已经拿到药证 其实它后续的 这个能够发酵出来的 营收跟获利是不可限量的 也提醒大家做一个观察 而且老师它的量 是不是也还没有爆出来 我觉得这边稍微创高之后 拉回整理 有机会再去做一个创高的动作 好 那以上这次档呢 是老师告诉我们大家的 很鲜甜的好吃与厚春笋谷 分享给大家 大家可以把这个准则记下来 也可以用这个准则 来观察一下你手中的持股 到底是不是好吃的笋子 那今天也非常谢谢老师 谢谢 接下来进入我们下一个单元 QA单元整股专门店 首先第一题是万海第一季 每股盈于16.64元 写下了新高 早盘是由黑翻红 超越了长荣重登谷王的位置 老师你认为呢 万海跟长荣 谁比较具有王者之气 长荣 长荣怎么说呢 好 因为其实最近蛮多 投资朋友私底下会来问我说 就是以货归三雄来讲 万海从300多块回挡这么深 是不是可以做承接 我的答案都是不行 对 为什么呢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因为其实长荣跟万海 两个档股票现在是在做比价 大概都在150元上下 可是其实万海何德何能 股价可以超越长荣 第一点 我们就去年前年不要看 我们光是看第一季的获利数字 好 长荣他的获利来到1000亿 1000出头 万海呢400亿 没记错的话是406亿 那等于说差了将近要2.5倍 2.5倍OK 你会说 因为长荣的股本比较大 可是各位不要忘记 长荣已经宣布他减资六成了 减资六成之后他的股本 大概只剩下211亿 比万海还少 但是他的获利实力 仍然是在万海之上的 所以其实这个比价效率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其实长荣不论是赚钱的实力 跟接下来股本的变化 都在万海之上 所以你说哪一档股票最有王者之气 当然是长荣 老师那如果说像长荣他们的股东 好像在争夺战 这个没有影响吗 我觉得这个没有影响 而且其实有时候 当大家在争权夺利的时候 拼命在外面收购股权 反而会更有利股价的发展 哦好 那就是长荣的部分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二题 群创有外资连五买当靠山 不怕四月营收双减 今天表现呢相对大盘强势 但是面板产业还是杂音不断 投资人该如何解读呢 因为其实就面板产业来讲 其实你们会发现 他有一个特性 就是说他大概乘几几年涨一波 乘几几年涨一波 如果你有长期在观察 面板这个产业的话 他就是这个德性 对 那的确哦 最近来讲的话 面板或者是驱动IT 这整个大环境的 都不是那么样的好 而且我们看一个最直接的部分 请问你 群创的洞三洞八跌破没有 哦 早就破了 对 所以直接下一档 哦是这样子吗 那我想再加问一题 好 像是你刚刚有讲到面板吗 但是下一季呢 大概在200多天左右了吧 大概就是世界杯足球了 这也没有可以推胜它的需求 我觉得比较难呢 因为其实现阶段 我这么说好了 虽然大家会看似 我对面板 我对电视的需求很大 可是其实你知道吗 全球的 对于面板的需求量 光是一家有达 就足以供应全世界了 哦 一家独大就对了 不是说一家独大 就是说一家的产量就够了 其实它并没有所谓 供不应求的问题 哦好 那这个是面板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题 中宏四月营收创下 建厂以来的单月新高 外资昨天是回补买超3303张 今天股价是开低走高 老师怎么看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 中宏的洞三洞八跌破没有 破了 OK下一打 结束 认真吗 就这样子结束了 其实这个就是这个样子 你说现阶段你要去找这种 跌升反弹股 我觉得你要去抢反弹 不见得占得到便宜 尤其中宏又是跳空破底之后 一直往下去做探低的动作 那这种股票基本上 不论他未来有什么题材 或者说有什么筹码的优势 我都不会认为 他会是你选股的首选 是那如果有一天真的中宏 他回到洞三洞八 那个点的往上走 是有机会反转的吗 我觉得中宏的表现 你要看整个钢铁族群 对那尤其钢铁族群 马首智商还是在中钢的部分 假设说中钢目前OK 已经整个季线往上去做翻扬 而且呢也是呈现一个 多头排列的话 你再来去看其他 可能比较小型 比较活泼的钢铁类鼓 我觉得比较实在